Hello 大家好 我是Guru 今天是我们六位门七日减脂三餐的第五天 然后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把我所有的图文食谱放到我的公众后台 大家可以去拿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体脂秤 我会分两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呢回答一个大家最关心也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体脂秤到底准不准以及有没有参考意义 然后第二部分呢来跟大家讲一下 体脂秤测量出来的各项指标都代表着什么 关于体脂秤是不是准确呢 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小实验 我早上分别称了三次体重 第一次体重呢是我在我早餐饭后洗澡之前称的 我这一次称出来的数据体重是57.2公斤 脂肪率是21.7% 然后含有的脂肪量是12.4公斤 我第二次体重呢是在我洗澡之后 头发还是湿热的状态称的 在这两次称重之间呢 我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喝任何东西 我第二次称出来的数据呢 体重是57.5公斤 脂肪率是21.9% 然后含有的脂肪量是12.6千克 接着我吹干头发又称了第三次体重 但是我没有用我的手机中的APP 而是用张老师手机中的APP 虽然说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体重称 但是我们在手机APP里面存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这次我称出来的体重呢还是57.2公斤 但是我的脂肪率是12%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三次称体重的一个小实验 你就能大概感受出来说体脂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准确 为什么体脂称会有这样的数据的差异呢 是因为体脂称其实并不是去测你的体脂 而是去推算出来你的体脂 其实想要明白这句话 我们先要回到体脂称的原理上来 体脂称的工作原理呢分两步 第一步呢它会通过电阻 也就是我们体脂称上面的那个金属片 向我们身体发送微小的电流 来测算出来我们身体当中还有多少水分 第二步呢它会通过测量出来的水分含量 然后结合体脂称当中有一个计算公式 来大概计算出来你的身体可能有多少的脂肪 多少的肌肉以及多少的骨骼啊等等 也就是说体脂称并不是直接去测算我们身体当中还有多少脂肪 并且它测算出来的所有的数据 其实非常大的受我们身体当中含有的水分含量所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当你身体当中含有的水分含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测算出来的数据会发生变化 不仅像我今天早上洗澡前后头发当中水分的含量 像女生经期的前后啊或者是你吃的盐多盐少啊 这些都会非常大的影响你身体当中含有的水分含量 从而影响测量出来的体脂数字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女生头一天晚上吃的比较重口 然后第二天早上去撑体脂的时候体脂会发生变化 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一口火锅之后你就立刻体脂增加了 而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水分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你测量出来的体脂发生了变化 那么如何去正确的使用体脂称呢 第一就是不要在一天之内反反复复的去撑 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在一天之内水分的变化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的称重数据其实非常的不准确 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在你体脂称配套使用的APP里面输入正确的身体数据 这样其实测量出来的数据才能最大程度的准确 第二部分我想来分享一下我们体脂称测量出来的各项指标代表是什么 我觉得像体重啊脂肪率肌肉率和内脏脂肪这些东西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就不讲了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水分 水分是我们身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像一个成年男性呢 他身体当中应该含有50%到65%的水分 而一个成年女性呢 身体当中应该含有45%到60%的水分 像一些婴儿啊小朋友啊 他身体当中含有的水分含量可能会更高 如果我们身体还有过多的水分呢 其实会导致水肿 但如果我们身体含有的水分过少 第一会影响我们的代谢 第二会影响我们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第三甚至还会影响你每天的注意力 所以说保证充足的饮水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要说的呢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一般来说其实也是越高越好 越高代表你比较健康 我们身体如果缺乏蛋白质的话 其实会导致你的肌肉没有力量 或者是导致你整个的免疫力的低下 包括像很多女生很在乎的像胶炎蛋白啊 这些其实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第三个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骨量 骨量同样也是越多代表你的身体越健康 一个正常成年人的骨量应该在3%到5%左右 这个指标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骨骼含量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而不断不断的流失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客户 希望他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餐餐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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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